Sashimi直接推了吗? 直接推了Olin 欢迎来到大鹏的州 今天我们带来Tom DeWine 超级中国老板Peter 中国美女牌手小甜甜布兰尼 日本美女牌手Sashimi 在Hustler娱乐场上的精彩表现 场上的忙碌级别是小忙200刀 大忙400刀 忙碌级别相对来说比较高啊 比赛进行到现在 场子已经被打得很热了 然后在上一集里面 Peter老板是17%的胜率的情况下 和Rain老板跑马 跑两次都跑赢了 我们粗算了一下 这个概率只有3%左右 一个小概率事件 不过Peter老板在Hustler娱乐场的运气 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他没打多久 已经是Hustler娱乐场直播桌里面 盈利最多的人了 非常的了不起 好 这手牌 汤姆多安在庄位 拿到了99 选择了靠 两位选手打单挑 我们来看翻牌 五圈勾 两两红心 Rain好像已经在和旁边的牌手聊球了 他们说到了杰伦布朗 杰伦布朗是一个碳花秀 然后在卡尔特人 他和他的搭档也被称为双碳花 然后杰伦布朗在今年的冬绝上拿到了MVP 在总决赛上也是拿到了FMVP 但是落选了美国的国家队 非常遗憾 好 布兰尼的顶队好踢脚 打得很重 他们都按的99帽子太多了 选择了气牌 布兰尼成功收持 在美国体育是一件大事 因为大家能聊的东西 其实是比较少的 你说你言论自由 那我也相信 但是因为国家构成的成分太多了 很容易你就聊到别人不高兴的地方了 所以说大家聊体育的话没事 还是能够基于一个共同的认知 去做出一些自己的 一些观点上的表达 但是在美国MBA不是一个最大的事 最大的事是橄榄球 下来是棒球 再下来才是篮球 最后是冰球 好我们来看这手牌 Ryan拿到了按三条 这是Ryan今天第二次按三条了 第一次是把他们都安的顶两队给清空了 这次运气非常好 又是中了一个赛 面对下注选择了靠 我们来看他们都安的勾六方片 这次他们都安拿到了一个听花 选择了靠 到布兰尼的八九 也跟住 哇这个牌包落后的 怎么也跟住了呢 转牌红心七 Sashimi直接推了吗 直接推了Olin Ryan需要演一会儿 然后选择跟住 或者是Olin隔离 他的后手马量 也比32,600刀多不了太多啊 但是Olin出来 还是能够隔离掉一些牌手的 这个set是没有棋牌率的 就是说你玩小手队 你就要想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玩小手队 我进来就是中了三条的 然后我中了三条 别人打我再缝 那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所以说要么你就别玩小手队 担心set over set 就不要玩这种 22,33,44,55的小手队啊 你如果玩了 就不要担心set over set了 那这一手牌 把Sashimi给清空了 Sashimi重新补吧 所以说玩小手队啊 最差的情况就是 击中按三条 然后别人打自己fo了 这个是最傻的决定啊 然后我的策略就很简单 就是说在前卫不玩小手队 在庄位后面啊 可以玩一下小手队 然后在人不多的情况下 真的激动一个按三条 set over set 那我就认了啊 比如说我在庄位 那我拿55肯定要加注啊 对不对 前面选手都弃牌的情况下啊 那我肯定要加注啊 对吧 我要去挤压一下盲住选手 然后这时候你说他选择跟注 然后这个我翻后啊 激动一个按三条 结果他中了一个什么set7 set8 那我没办法啊 那这个牌就是这样一个发展路径啊 我就接受了 但是在枪口位 223344 我是不玩的 翻牌 398 彩虹面 Rion拿到一个顶队 好踢脚 主动下注9000刀 到Peter的圈八 中队好踢脚 选择了靠 两位选手看转牌 才是来到了34400刀 转牌方片二 前位选手主动下注15000刀 我们来看Peter的圈半 一般来讲中队好踢脚啊 就是扛一枪 扛两枪的话不太划算 在这里还是选择了靠 扛两枪的话需要有一些 其他的补强空间啊 如果没有的话还是比较麻烦的 合牌一张草花石 牌面出顺了 Rion再去打冲八要价值吗 这个太难了 如果对手是在听顺 很有可能歪到带石的范围了 Rion主动下注2万刀 放弃了自己的摊牌价值 也不算 其实这个牌我觉得很有可能 就是冲一个带八组合要价值了 但是这样打太冒险了 如果Peter是一个 六七现在成顺了 如果说前面在听顺啊 还有可能是一个石钩 现在击中一个顶对啊 所以说这种薄价值打的是非常非常冒险的 但是还是打出来 Peter也是选择了靠给了Rion一个支付 这个薄价值打得很精彩 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场上的成绩单 Rion是排名第一 13万零八百刀 布兰迪排名第二 两万九千五百刀 输最多的是Sasimi的七万四千六百刀 Tamdoan也是水下 水下了六万两千两百刀 中间两位选手啊 这个水上水下的相对来说啊 还好一些 没有波动那么大 Rion在这张桌子上打的水平也确实是最高的 有啥说啥 再往下排的话 我觉得Peter啊也是很厉害的 但是Tamdoan肯定是排不到前二的 有啥说啥 就是说我们喜欢Tamdoan 他人气高 我们爱他 我们爱看他乱搞 这个是个人爱好 个人选择啊 是你支持他 但是你不代表 这个你支持的排手都是最强排手啊 可能你打的是很强 但是你打得很无趣 我也不怎么喜欢看你的比赛啊 我不支持你 也正常 或者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也很正常啊 Peter在小盲位的勾圈 加注到一万两千刀 这勾圈是一个卡九的听顺 然后是有一个听卡顺的空间就加注出来 Ruyan选择了靠 K勾负掉 才是来到了三万零八百刀 转排草花疤 Peter的勾圈啊 这里 好 选择了过排 这里虽然只是一个圈嗨 但胜率特别特别高 合排一张草花 两位选手都是圈嗨 然后Peter凭借踢脚 稳到了最后 这个太难以置信了 那这样的排面就是谁打谁收持 如果都不打的话 Ruyan一定会非常懊悔的 Peter下注一万七 那Ruyan选择了气排 Peter成功收持 亮出了自己的勾圈啊 这个Ruyan也是看到了对手在偷自己 Pieter老板的英文比较一般啊 然后因为是超级老板 所以说走到哪都比较受欢迎 然后Ruyan他们都是和中国老板打牌时间长了 那会说偷鸡啊是最基本的 然后再下来就是恭喜老板 或者谢谢老板 他们都按最杀人诛心的就是 赢了老板一个巨大的才吃 然后跟老板说谢谢老板 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很谦和的一个话 然后在那个节点去说出来的话 就显得挑衅意味十足啊 好 这手牌Peter拿到了Asus超队 但是翻牌看到了一个特别连接的牌面 也是选择了过牌控尺 转牌一张草花二 Peter下注两弯刀 到Ryan的97 依然选择了靠 他特别不信任Peter 合牌一张红心四 我们来看Peter 这里去打价值的话也不敢打得太大 因为很怕 哦 刚说不敢打得太大 因为很怕两队啊 两队啊 顺子啊 三条都存在 但这里直接退了凹链 哇 这个打得太极化了 但Ryan也不认为Peter 有一个顶队就会打得这么激进啊 这个打出来特别像一个顺子 如果97不相信对手有顺子的话 就可以选择靠去抓一下鸡 但是这手牌抓的话 就真的是抓到钢板上了 也不算钢板吧 至少是一个比他大的牌了 踢到顺子算是踢到钢板了 我们来看Ryan的97能不能fow掉 如果是其他牌手的话 除了汤姆多安啊 这里一定是一个秒fow了 只有Peter和汤姆多安 Ryan会认真地考虑要不要去抓鸡 好 还是选择了气牌 Peter成功收持 他有很多人的手在那里 No Toji